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今天周日版国际大棋局的第一节 进入节目之前,请大家按赞、订阅、按赞、按赞、按赞、按钮 可以在我们直播时打伤我们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YouTube会员 同时,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的Playtron 每个星期都有新的神秘之夜,不同的丰富节目去上载 大家支持两边就最好了 今天也是星期日,台长有什么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的,国际新闻当然也有很多 我们今天第二节都应该讲讲美国的枪械的问题 因为那个事件的余波都很厉害 但是另外一宗新闻,我很想讲,留在第二个平台讲了 就是这个日本赤军前领袖,重讯房子,是女性来的 复刑20年,刚刚就出狱,就是放监了 这位女性是相当之传奇的 因为其中一个,我很记得的就是因为 他做这个赤军的领导的时候呢 日头就是赤军的领导 夜晚就是在银座跳跳衣舞的 为什么跳跳衣舞呢?不是他喜欢跳跳衣舞 原来因为跳跳衣舞可以赚钱养那帮日本赤军的男性 这个事件,就是后面那个故事很多 但是我相信 就是我们要找一些懂日文 就是看一些第一手资料的人才讲得比较好 所以就留给这个日本一周时时 大家留意,看看我们讲不讲到 今天呢,港民方面呢,也都很多的 其中一个我想都挺搞笑的 我想不应该用搞笑的方式来讲的 应该都挺,当事人都挺痛苦的 就是,黄秋生啊 他就打算回来香港接drop的 那,临上基前要做这个核酸检查,PCR的检查 结果继续黄许之后,黄秋生又乱惹 又是一鼻血 阿文章,有没有听过这件事? 有啊,我也有看到啊 那都应该被人尿得爆了 我再次问你,如果当事人是你,你会怎么发违法呢? 我会怎么,当然立刻在他面前 张牙舞爪,跟着怎么呢? 立刻跳这个,谢谢你 对啊,人有收养 就是很多的 你真的在文章说,你被尿爆了之后 你就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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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啊 他就是抽生,抽生如果我给他,我想他以前,他真的是发胃的 但是这一局,他很自招的,一定是我很热血的 所以就撩了鼻子 人大了,始终都会 真是惨啊,你看看他作为这个鸿卿大飞哥 是吧 甚至调缺大飞哥 Blend 是呀,是江湖因缘来的 WHynı 你再想想 哎呀鲲醒大飞哥都被吓 亢神记者 Algum exc 这答案音确实有很多音谋论 为什么 电俗香港的两名名姓元都被人吊爆味 很多不予评论,只能说一句家门不幸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家门,台湾认理 家门你就想 这些是鸿卿的家事,请你出去 大飞哥我想他有方法处理这件事 不过一方面就是这些爆鼻,我觉得很神奇 知道两宗,不知道有多少宗 台湾有些奇妙 好的地方就是大飞哥有工作 大家知道,比如杜汶泽或者王秋生 因为那个言论的情况,基本上香港都很难捂食 杜汶泽就比较,他会彻底一点 就直接去台湾了,做台湾人 那秋生哥呢,都是两边飞的 有工作,我们觉得就恭喜他 这里也提了一件往事,可能是文俊这些都不知道 其实以前呢,黄秋生是跟这个《丁家报》写专栏的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的? 我只是知道,如果是以前撩爆他的鼻子 肯定抓那个大伯子上天台打十分钟再扔到你 真的,真的,秋生哥就不是这样的 你就不要看电影,只是电影 秋生哥的人呢,其实很斯文的 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往事呢 那秋生哥呢,有没有约你上天台 然后,台长,都认识了你这么久了 然后,对视罗权给你,是什么来的 是不是你生日了 没有,秋生哥不认识我的 但是呢,为什么要看这件往事呢 就是因为以前呢,我做《丁家报》的总编辑的时候呢 就收了一些专栏稿的 当时陶杰的稿我也收了 黄秋生的稿我也收了 那个分别就很大的 黄秋生的稿呢 直接是好像书法那样的 这个可能你们不知道 就是我写过的 但是可能看的人都不多了 甚至这里都比较 就是多人听 或者《丁家报》都不知道这件事呢 就是可以提一提的 就是你是不相信的 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你看看黄秋生那些的戏 那你想不到说 他那个文化水平那么高 那当然这个是错的 一个很错误的看法 就是因为普遍呢 就有一个错误的态度 就是觉得拍戏的人呢 就是演员呢 就未必那个文化水平那么高 但是事实上黄秋生那个 中文的水平呢 因为他实际上是混血儿 那最近才和那些 前那几年才和那些的亲生兄弟 见面 才相应回 但是呢 那首中文呢 你真的不相信了 那些字体很受例 那当然 那当然 我收到的稿 我都觉得很奇怪 就是呢 为什么这些字呢 没错 就是不会说改字 那更加不会用陶国益 那但是我收下陶杰的稿 就是事件声明的陶杰的稿 就是当时他不是用真名出的 他用了另外一笔名出的 因为他写很多稿呢 都不是用自己的名字 那这个是有厉害之处的 就是可能他有一天寫好几个专栏 但是可以看到就是 都不用自己的名字 照其他名字出 那些人是 就是可能看到那个风格 但是就未必知道是他 那时候我们也收他的稿 但是陶杰的稿呢 就改得很厉害的 就是说 写了一下 現在呢 就训练一下 那就是说 那时候呢 再说 他写得很匆忙 尤其是如果以前没那本手写版 就看到了原稿 就是原本怎么写法 跟着怎么改法 那也是写得很匆忙 但是我相信他写得很快 可能可以说 就是几个字 写一尖的 但是秋生那個稿呢 第一 這些字很漂亮 還有那種秀麗的那種 不是那種紅雲那種風格 而是一種很規範的 字不會出格的 或者什麼 那我的印象就很深 江江其實很多時候他都說我不寫 不寫 但是一一一和他說不寫 你找一下毓文 他就再寫回 還有他寫那個稿的時候 那個 所謂那個洞見 那個insight 都很厲害的 所以當時我寫了一篇一個回憶 就是《天狗生》的回憶 就是說 其實秋生如果他不做演技這行 其實他可以做報紙的 那他做報紙一定是做到路種了 就是可以寫社論 寫評論那些 但是就很可惜了 他沒有在這方面發揮 但是我就很期望他有一次的演出 就是做這個報紙的總編輯 到現在他都沒有做這個 有啊 台長有啊 有啊 你有沒有看過 不是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古惑仔》第四集 《大飛馬京》 《古惑仔》第五集 《古惑仔》第五集 我記得 我記得 但我期望他不是寫《馬京》 有啊 之後不是啊 《大飛馬京》也出了《大飛入報》 《十三妹》跟《韓濱結婚》那一集 他就告訴你出了《大飛入報》 然後他再出了《周刊》的 《古惑仔》 其實到後來 《大飛》 就是在電影版 跟《馬拉伯》不同 電影版的《大飛》到後來 是變成這個傳媒人的 完全是頂了《肥佬仔》的位子 不是 這段影片有影射的 不過就不是《蘋果日報》 這段影片有影射的 不過不是《蘋果日報》 我講清楚 我自己是影射現在那份 好像《蘋果》那份東西 我當然知道 是不是啊 我明白的 但其實他整件事 那時候是這樣的 因為《古惑仔》第四集 去請《萬子良》回來 拿莊子 因為是任大飛馬 阿蔣先生 要請大蔣先生來 《漫畫》是相反的 《萬子良》叫蔣天仰 就是弟弟 蔣天生是大哥 而且《漫畫》的蔣天生 也沒那麼快死 然後 請他回來 那時候還有一個 就是叫肥佬禮的 是李兆基做的 不是 李兆基是基國 那個我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然後 就說他 去到最後 就聯同東星耀陽 就一起 在選擇非人的事情 過一遍 其實你現在看回 你真的會耐心苦笑 因為其實整件事 看回 《古惑仔》描述的世界 和現在的實情的世界 比《古惑仔》的世界還來得比《古惑仔》的世界 真的 你現在看回 你覺得《古惑仔》的漫畫 天馬行通 其實不是的 你是很出奇地 你把它套用回 一套《古惑仔》 一套 阿賭Sir 黑社會 我每天都說到新和聯盛 等待 你套用回 你發覺這兩套 加起來 是可以對比現在很多地方的局勢 不想對比 比現在更加厲害 現在我們在這套戲裡面的人 覺得那套是厲害的 那套戲很多 所以大飛哥其實 在《古惑仔》裡面 其實他做得很好 因為其實王秋生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是一個情感很豐富 另外他是其中一個 在香港任何角色都做到 其實我一直都很推崇一個人 那個人叫歐陽振華 因為是歐陽振華 還是歐陽振華 他是可以像陶傑那樣 他高峰期在無線 你七點半看到他 接著八點鐘看到他 又看到他 播完K18之後 九點鐘 夜晚重播都是他 你會見他四五次 其實他是什麼都頂到 但是歐陽振華是做不到奸局的 而王秋生呢 比歐陽振華更加瘋了 我覺得他是當代香港演員 其中一個方法演技最厲害的演員 他任何的角色都做到 這一刻才是恐怖 你想一下 他其實除了做黑社會 做古惑仔 做叔父 那種感覺 以至 他扮演金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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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只 他什麼都做過 你想一下 他那時候 特警察人類異 做過大陸的政機械專家 很棒的 他任何戲都做得很入 那個角色 所以為什麼你說他 那些文筆寫得那麼好 寫得那麼有層次 我是不會出奇的 因為如果一個人 在演技上 可以去到這些 的成就 水平 他一定不會是簡單的 那個知性的能力很高 沒錯 我為什麼會不厭其妨的說 因為我想 我估計有些人在外教 有些錯誤的啟發 對阿秋生 看到他有時候這麼囂張 有時候這麼 對話說 就以為他好像 不是那麼思考型 其實他是一個很思考型的人 當然 當然 剛才文進說過 如果做大飛光 我想都是絕向來的 他都不會找回去做的 我估計 可能會基於很多不同的因素 不過文進剛才說 黃秋生的演技 可以補很多角度 對於黃秋生 我覺得他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 他那些很難的劇本 你明知道這些劇本 你真的做不到任何事情 或者不會怎麼看 他真的找到一些東西出來 令整個角色都生了 那時候我看他做大陸公安 那個戲本身沒有什麼好看 但是你看他做 真的完全是把整個劇本 就是把他翻生的 這個是他很厲害的地方 一個好的劇本 一個好的演員 就是把他演的好 不出奇 但是一個爛的劇本 那個演員能夠把他起死回生 這個就是絕技來的 黃秋生有這種能力 暫時來說還沒看到有其他演員 有同樣的功力 有的 有的台長 吳孟達 又是司徒真華 你說什麼 司徒真華 不是不是 吳孟達 吳孟達 走了 但是吳孟達 其實那個演技層次很高 你看看他後期那些 即所謂回大陸拍的片 以至去台灣的片 甚至乎他臨走前 其實他的遺作 其實是香港做大王的宋本忠 就拍了一套反黑的 其實你可以當是另一個平人世界的黑社會 因為說著這個陳小春 在洪興名叫山雞 在那邊叫鳳凰 但其實他在那邊就是做這個警察的督察 即他是真是臥底 因為他是親手 在洪興的大佬 所以那套也找回吳米漿 大佬B 很多那些帕哈社會片的人回來 嚇串 而那些名字也是用回洪興的那些 韓濱 那些 所以那套東西你可以這樣當 代入一個假如山雞是警察的故事 那套東西其實裡面也有 吳萬達 吳萬達就是說他是那些 一事無成的叔父 然後站在街邊 四樓有四仔 其實他做回九十年代初 你一知道他整個角色 然後呢 實際上呢 他在裡面說吳萬達 年輕的時候 就是那個白紫綫 他是白紫綫 他是專門跟人說話 讀巧 然後他拍誰 其實這套東西是向有些人致敬的 向阿柯壽良致敬的 阿柯壽良在古華仔的角色 他就是幫過阿山雞很多次 是台灣的大哥 阿柯壽良 阿柯壽良 阿柯壽良過世之後 他就很墮落 到處喝酒 吸毒 他跟那個叫吳嘉麗 都是一個很有江湖話數的感覺 就是說他們有一段情 整件事 又是那些欠牢頭的套路 吳萬達呢 因為那時候我想他應該有病 他應該也病得很辛苦 他就是客串形式 但是他出來那幾幕呢 是做得挺好的 還有呢 整件事是這個遺作呢 我覺得 對他來說 其實他真的什麼角色都做到 因為我之前看到他那一套 他對上那一套已經是做什麼呢 做過醫院裡面的院長 太空人也做過了 是啊 所以你說如果這樣算 你說這一種的級數呢 其實我覺得 黃秋生和吳萬達 都是近似的 還有你把一些很垃圾的劇部交到他的手 他們都可以用他們的方式 把那件事變為一個 化腹瘤為神奇 真的 化腹瘤為神奇 他是其中一個有這個能力的演員 所以你說黃秋生呢 我是很欣賞他的 其次呢 為什麼說他的層次那麼高呢 你不要忘記啊 黃秋生 其中一件事 大家遺忘了 地蹦搖滾 你看看他 他本身在裡面的那些詞 他把那些香港的粗口 寫下去 他那些搖滾的作品裡面 他是把Walk and Roll 和街頭文化 再加上當時很流行的二次創作 他全部都放進去 他出過CD 我小時候聽過的 有聽過《幸福摩天倫》嗎 當然有啦 陳靈晨的手 不是啊 他唱啊 秋生有唱啊 我知道啊 所以其實呢 他是 你看他一個人的情感那麼高 在音樂上面有這樣的造型 其實我想都 老實說 你知道他最厲害是什麼 你有沒有看過那套《港幣》很久 你知道他扮什麼 他扮精子 他穿白色衣服 然後扮一粒精子 喂 大哥 你想想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就是抄Woodie Allen的 他有什麼角色是做不到的 大哥 還有你看回他年輕的時候 說他真的年輕的時候 我想他二十多歲 還未到三十歲 他當時很帥 你為什麼這麼說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他青春的時候 是有那種很帥 很不羈的情況 好像現在在荷里活 《花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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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他打拳 他真的打拳 他真的打拳 還有他打拳 他是做出過手的 所以他現在出來 你看到他老了 他又做到另一個層次 在他年輕的時候 他做到《花街時代》 《花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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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所剩無幾 但是後來後上的 就不能做到前崗後浪推出 哎呀 你看到現在 吳唱K 找鄭嘉穎做SDU 喂大哥 你想一下以前 張sir 我們聽眾張文剛先生 喂 張sir你有聽 你給我們一些feedback 他有 張sir昨天才有給我 他就說他在加拿大 現在就禁了AR15 即是不讓他們 現在我們要說的 因為他自己每天 都是堅持去做 新槍射擊運動 做鍛鍊的 他本身也是一個很資深 代表香港打射擊比賽的人 我想找一天 有機會找張sir 就跟你一起 好像毛鴻老師一樣 做一集節目 要要要要 我想他可以在節目裡 否判一下 他整個演員的心目的歷程 因為他 這樣 文章人 我想這個節目 我們有另一個角度 可能要他進化做 就是對北美昌的文化 做一些否釋 因為這件事本身 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正義新聞 第二節我們要回來講講這件事 但是張sir他因為專業的態度或者知識 就很可以補充我們在香港的不足 所以希望你 趁快和他聯絡 對 好沒問題 那我到時照舊 好像毛鴻老師一樣 我跟他聯繫 大家做個事 要監補時間 如果我们跟他做,可能他在下午,我们就在凌晨 这样,如果跟他们做,我们晚上的11点就是他早上的11点 或者12点,很合适的 知道,知道 所以就可以晚一点,9点凌10点跟他电话通讯 好啊,我晚点联系张sir 好啊,希望他现在在听的,大家事先不用沟通已经准备了 sir,我在跟你打声招呼,很感谢你给了讯息给我 好了,香港演员那里我最想说一样的就是 其实这么好的演员已经一个就一个了 但是你已经有窒息他演出的机会 譬如黄秋生这类,甚至杜汶泽 你真的不需要计较那个以前他讲的什么 拍戏而已嘛,那你干嘛要封杀他 这个我觉得就完全都不是 就是不应该这么做了,很简单说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请讲 我想请教你,既然你讲到杜汶泽,你喜不喜欢杜汶泽演戏? 喜欢,喂大哥你真是,为什么这么问我 这个不是问题来的,一定喜欢杜汶泽 我非常喜欢看他演戏的,我想杜汶泽是 以他现在的演出呢 我绝对觉得他是喜剧大事 就是他做的,他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 他做的角色,你看上去全部是好屎盔,小人物 跟着那些在旁边,特别是古怪的 但是他做那种戏路呢,他做到什么呢?他入了心的 就是他做完那种演出呢 你们会很记得,他跟黄秋生也是一个很强劲 黄秋生,你一数下去,无穷那么多戏 你说到哪一套呢?头文字D,做周杰伦,托开老爸 他演出几幕而已,和钟晋涛 你想想,他到现在都被人讲的 你这一派的演员,这种实力呢 新生代演员呢,就是说很年轻的那些 三十多岁的那些,为什么都说做不到 其实不关那个样子,帅不帅的那些 而是他有没有那个阅历,还有没有那个深度 杜汶泽呢,又是被世间常担悟的 以为他只是做一些浮夸东西啊,只是做一些使律角色 其实不是的,如果你看过那一套呢 我说过,他和伊莎贝拉呢 做那一套呢,那一套其实是艺术电影 那一套就是文艺片来的 你看到杜汶泽的表情,那个混用 和杜汶泽呢,那些语气说话 和那种演技呢 我这样说,今天提到的三个演员 黄秋生,以及曼达,以及杜汶泽 这三个呢,都是影帝级的,你认不认同吗?台长 不用我认同,我认同是必然的 这个就不需要我认同,因为公认的 你行内人都知道,大家的水平去到哪里了 我现在要批评那样东西,或者我要说一样东西 就是,为什么你现在是劣币区藏良币呢? 就是你整个生态是非常失败的 好的人你不用 好的人你现在是占据了那些耀津 是吧?近年没有一套戏拍得像样的 是吧?你说年轻的那些,我也看很多的 我不想去打沉他们,但你毕竟跟前辈比 仍然是差强一绝咯 但是,你前辈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大家 宽容一点,这些说 说那些什么,其实跟电影本身没有关系 为什么不用呢?我最想说一样东西 你看看那些reboot版本 例如《古牙仔》现在会拨罗仲谦 唉,不要提了,不要提了 由剧本以至演员的演出都不要提 我觉得说呢,这是浪费时间的 你骂他,我觉得是浪费时间的 你倒不如赞以前那些好过了 还有,现在的人经常说 謝天华做《拉拼歌》做得好的 其实说真的,他《拉拼歌》的图连就是《古牙仔》的图 他做《古牙仔》的图连 《古牙仔》的图连 《拉拼歌》的剧本写得好 是不是有几图写的? 当然不是啦 不说下去啦,你自己查吧 好,好,好 写得好,写得好 这些是网台街花生 《爱姜濤》,《爱姜濤》 是啊,《爱姜濤》,《爱姜濤》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man type 我爱mira,我爱姜濤 大家喜欢,个个都帅哥 别耽误了,今天的主题是说什么 就是网络安全 今天这个报纸 其中一份报纸的头条就是刘次卫 那刘次卫是什么呢? 就是警务处署长,副署长 这个是国家安全 这些放风啦 因为有些事情要做 就是事前要讲 那这条标题是什么呢? 它说,网络商务 监察言论成为漏洞 那现在这个完善的法规 就呼吁设这个全方位体系 治理网络安全 我都不明白这个是什么 我再读多一次 全方位战略性 网络安全 治理体系 这条文章 你比我聪明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差 哎呀 你一说这些口号 会开炸我那一份 不过 我免得抢你风头 我都是交给台长来 是啊,简单来说就是 什么叫全方位 什么都要管的 这个 网台 广告 平时这些 私人通讯 这个私人通讯 我相信是纳入了全方位体系里面 就是何谓私人通讯 譬如我没有用 我重新很多次 Telegram Telegram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这样 这都要看 平时我和阿斯陀文俊 躲在厕所里面 通话一些他都要知道 喂 你两个人说些反动的东西出来 这个情况 由他出版后 就应该是一个气球来的 因为事实上 近期很多不同的渠道都宣布这件事 但问题就是 具体做法是怎么样 现在辣到网络箱那里了 但是网络箱有关关系 譬如 喂 起码有两个部分 第一件事就是 譬如你那个 国际上的互联网的平台 举例 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 就是在这个YouTube上面 会播放的 但是其中一件事我们要依靠做 就是我们的电话通讯 这个也有另一个方面 譬如说我们现在用这个可能是Zoom 可能是Skype 这个是第二方面 这个是通讯 但是还有第三个 那这个可能都出事了 就是电话 那电话就是 可能你现在是CSL或者中国移动 那这些会不会需要负责监管呢 这个问题我 我很清晰说我不懂的 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 我就纯粹跟一个普通人 我去推算 那你放在YouTube上面 那YouTube可不可以说 啊 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是这个内容呢 我们要请示了这个中联办 或者 就是国安处 那我们才登上去呢 那理论上当然是最好的 不过你都烦的 有一天有这么多的YouTube的节目 那你是不是审查过 就是经过一个月了 那你才推出呢 那如果是这样就没有新闻的了 那但是大家知道了 前一陣子这个李家超 是不是 他所谓竞选的时候 有个竞选办 竞选办 竞选办上开一个YouTube的币 那结果就禁了 即刻禁了 那你都不是黄标 红标 即刻不让你做 那很奇怪 这位刘次卫的副处长 那为什么你又不触及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 那你应该指明就是YouTube 应该是东方日报 那样嘛 YouTube废人废报 废人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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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问题就是 喂 东方都够胆了 为什么国安处不够胆呢 就是只是开他一波 就是禁了他 是吧 Google这些全部 这些外国的 这些什么 那现在就是 牙鹰不管管管鸡仔了 那你连这些什么 等等 Skype这些 Zoom这些 你都搞不了的 Zoom就是中国资金 那可能 都可以监听一下 就是 现在我和阿司徒文准 我在用Zoom 就是把这个 我们现在录的这个 里面的节目 全部立刻就 扔上去这个 某地方那里 就是审查 但是都是审查 你都是偷听 你把他扫下来 反正我和阿司徒文准 私底下是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们所有 就是 电话通讯 现在其实都是在节目上播出来的 是吧 所以没有用的 不过 有 我们私底下不是赞颂国家的思想 啊 是啊 我们私底下 这个习近平新时代 什么什么思想 是啊 没错啊 还有我们也是 私底下是讲这个清零的好处 是啊 是啊 全面拥大 我们跟着又赞大白 是啊 是 跟着我们又赞大白 又唱那些歌 OK 但是第三个 可不可以在那个电话里 就是现在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在电话里已经審查你了呢 就是这个电话通讯商要配合呢 我相信他其实是讲这件事了 不过做这件事 有的啦 台长 你不怕我们这两天 我们一提到有些东西就直接B 你以为是私底下自己B 不是的 都说有系统监视着 有个AI系统 对不对 例如你一说 澳门这个词B 对不对 对不对 他试验它B 对 最多你都只是出到一个time字 你下面都说不了 对不对 或者以后可能更加厉害 他试验它 就是巧克力 对不对 你完全是搞不定的 所以台长 整件事我跟你说 现在他根本呢 他这些口号式 去到最后 我觉得除非你瘋到 哎 我现在通缉 诸黑八格 对不对 喂 你又不要说他瘋 因为他现在是有这个自外法权的 就是谁犯了国安法 其实他是全球通缉的 不过差点没去火星通缉你 我建议先抓了Eon Musk 要的 他现在这么困嘴 又去印尼开厂 你都想开厂就想开厂 他犯国安法了 其实老实说 你特斯拉啊 你在中国 其实老实说 如果不是国家的扶持 你Tesla 怎会可以 今天 不是中国 你抓耳朵玩蛋 你Tesla 你怎么可以开发到电动车出来 对不对 你现在上火星人 如果不是这个什么 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厂让你 让你半臂 你哪里做到今天这个水平 对不对 特意 特意给你做领先 所以我昨天看到一件事 我觉得很恐怖 你发现那些商贸部 现在说中国在数五十强企业 排第一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企业是谁 是谁 台积电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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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这一刻 他这样排的 不是啊 因为之前我看 已经是上一次排的 上一次排的 他也是这样排 那当时已经是 出来很多人有争议 甚至台湾的KOL 就说 哎 我说 然后出一些片 就挑割了 例如小粉红 你说我什么叛角 我什么汉奸 那你就去你的公安局报 说你YouTube那里看到我发表不当言论 然后叫公安你捉我 那接着呢 已经是将这件事拿出来 鞭了很多次 那我心想你第二次 理论上也应该会随名吧 喂 原来继续现在呢 哇 新时代思想就是 中国第一大全世界五十强的企业 就是这个台积电 喂 他直接写出来就是台积电三个字 所以我看完我就觉得 哎 就是Eon Musk 阿朱阿巴格这些 你应该都要留住他在中国发展 其实 不用留的 你出个警告就可以了 你已经 就是有可能这个触犯了这个国安法 现在我们如果再犯下去呢 就是全球奸杀令 哈哈哈哈哈哈 看看你可不可怕 奸杀令是男人来的 你没有看过什么 江湖高级吗 哈哈哈哈 男人都奸杀令 这么恐怖 你先回答我 你有没有看过江湖高级 你知不知道他下场怎么样 哈哈哈哈 我只是知道 吴亦凡现在被人传 在北京监狱又被人吵了 我就是 我就是知不逆犯你 就被人传扮女人 是啊 那件事是这样的 那戏里面呢 陈辉雄呢 就和这个 做这个 梁家辉的军事 那一天呢 那一天呢 梁家辉就拿了order 就拿这个江湖追杀令 那打电话的时候呢 他说错了 他说了这个江湖奸杀令 那后来呢 就是当事人呢 被人插了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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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军师就和他说 那时候你拿电话 下个order 是江湖奸杀令 不是江湖追杀令 那梁家辉就死都不承认 我那时候是说了这个江湖追杀令 是你班人搞错了江湖加杀令 那件事是这样的 可能你既成不好 你应该看个套戏的 不过你忘记了 OK 又是大D哥 是啊 就是大D哥 就是大D哥 哈哈哈 他也很厉害的了 我和你说 出来走呢 我们这个江湖世界呢 其实就有很多规矩的 在你学会走之前呢 那你首先要知道呢 哪些的界线是不可以越过 如果不是呢 有很多呢 未学下先学走呢 就已经是死了了 到不到焦点了 然后小小声就跟你说 唉台长 你知不知道 旁边台呢 那个主持心地不好 是啊 你小心啊台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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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文雪刚才我说过 那条气桥呢 好像现实上有发生过的 OK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说回这个网络安全 应该没有吧 喂大哥 你不要搞这些东西 喂 真的有时候那些东西 喂 喂 不要每次都搞到东西 不要那么疯了 好不好 就是有时候那些东西 喂 这个世界有什么不行 大家 是啊 喂 喂 喂 你当求气也好 用一些男人的方式解决 喂大哥 你不要搞这些什么 江湖奸杀令 你跟男人去搞 喂 真的很恐怖啊 還有一件事 你也要看对象的 喂 例如你说江湖奸杀令 你要看什么对象 喂 例如你说喂 对象 对象 某些人叫你回去中山吃鱼山的 不知道什么 什么 喂 不是啊 喂 做事那些人 你都顾及做事那些人的感受 哈哈哈 有时候那些东西 你是大哥 你永远都是大哥 哈哈哈 但问题 你说的东西容易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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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啊 都想着 哎 不行 我扔钱 找些大圈仔 搞不定的 大哥 你啊 台阵你常常提出一些问题 一浪难过一浪的 哈哈哈 找个男的 给一个男的影拿着 还要扯棋 这个已经是在我角度很困难的了 现在还要提及那些 对个男的江湖奸杀令 大哥 你知不知道 这个世界 你给钱都要有人接招才行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呢 重赏之下 哪有勇夫 那行了 这位刘副局长呢 刘副处长呢 刘副处长呢 他就这样说 他说呢 这个香港网络安全呢 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机构 负责呢 推出它的政策时呢 或者会暴调不一 建议呢 构思这个全方位战略性网络安全治理体系 就牵头统筹这个网络安全工作 那不用那么烦呢 你做就行了 你做就行了 你这么想做 但是呢 我觉得呢 现在他去摆那个责任在网络商里 都不对的 那网络商里很无辜的 大哥 我哪有这么多资源 走去 就是 就是逐个逐个网台 逐个逐个这些这样的 私人通信去监察 就算我出个AI也不行的嘛 台长 我跟你说 就算你给10万元的工资 你要那个人 每天上班 一天之内 听了灯药元 啤梨哥 我们 白冰 仇斯达 我最爱的黄世宅 你要他听了 这10个人的节目 我想他都心不如死了 不要只听我这节目够了 OK 好了 我建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一了百了 很彻底的 就是禁網咯 就是为什么那么麻烦呢 就是 就是 在中国里面都实行的了 不过中国都没彻底 文算是这样的 现在天津的大学里面 就按了个口号 就打到某某某 XXX 那你就算在中国里面都不彻底的 都还有这些反动口号叫出来的嘛 那你现在就应该更加彻底 就是以说香港 作为一个 这个中国大陆的榜样 一个彻底模特 全面禁忙 即刻封了他 是不是 那就不用了 不用那么烦 那需要搞这些那么烦 搞到网络上 网络上就很无辜的嘛 他都不知道哪些东西 是危害的 这个网络安全的嘛 那你也要拿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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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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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你以为是谁说的 抓谁就最好了 还有啊 以后不准说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 什么叫新时代啊 你真是犯狠犯了 是不是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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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暗示那些禁语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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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暗示这个时代什么什么 是吧 肯定是啊 所以我跟你说 那些蓝丝要注意啊 记住啊 听我的节目一定要 其实最危险的是他们 其实最危险的是他们 是吧 啊 经常说这些口是心非 是吧 说一套做一套 其实就不知言论的 就是看你的行为 现在谁出国的 谁就应该 就是就是就是 华金资能量 华金资能量 不是 谁来香港的 谁现在来香港就是危害国的安全 谁想着是华金资能量 华金资能量和施永青啊 施永青现在不停叫人投资加拿大 跟着呢 去加拿大买楼 去加拿大置业 如何加拿大升学 施永青啊 这个啊 头号啊 其次 华金资能量每天在教人 如何去投资日本 在日本买楼 如何移民日本 他自己亲身力行去了日本 华金资能量和施永青这两个是 不要让他们两个跑掉啊 当然了 华金资能量是很聪明的 他将他香港的物业和所有东西卖光 他现在在香港的所谓生意 挂名而已 所以其实呢 有些人呢 就是要跟我正义的蓝丝 揭穿这些艺蓝丝 对对对 华金资能量呢 他是披着这个蓝丝的皮 其实呢 他就是这个黄丝黑暴来的 他现在是真的的 公然走资 这个是什么 蓝皮黄芯 是啊 他公然走资的 所以其实华金资能量呢 大家不要放过他 我怀疑呢 其实之前那些黄丝黑暴实际是他指使的 还有呢 我怀疑他也是收受了这个国外势力 例如日本的金钱的资助 他绝对是的 他真的有问题的 喂 如果你好像我这么爱国 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些人是真的假的 大哥 哇 去日本 接着还要带别人 带别人 带别人其他蓝丝去的 现在他带了那些民建联的伙伴 那些去的 所以呢 所以认真的 你什么李慧琼那些 你一定要撤查 一定是要开 开内务党的委员 不是 开内务党的委员 你讲到这么高层次 我相信你冲口而出 难道我告诉你 我专专跟着这个是搞笑的效果 其实我很多时候 专专说一句话 然后就直接说 不是啊 难道我告诉你 我层次高度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 斯托文俊是一个出色的演员 对不对 对 那这位 刘副处长 他应该都步步高升了 就是掌管这个国安法的大棋 但是网络商呢 他今年多少岁 他今年多少岁 五十岁 五十岁 我先看看 李sir 董sir 蔡sir 数不数到他呢 不行了 不行了 过了过期了 不行了 最年轻的原来是蔡sir 是啊 所以不行了不行了 如果是这样 这位是柳sir 我们最多是 不是 他不是柳sir 他是Madam 劉Madam 对 好像以前陈福安生 未来他就是这个政务师 所以我们先恭喜Madam 好吗 对 还有什么警戒精英 很多警戒全都是精英 刚刚有一件事 你不说是精英 Tesla在长沙行那里 对了上去行行路 几乎撞死人 邵氏是一位 喝醉酒的 有犯警员 台长 你必须公道一点说 这件事呢 两个问题 两个最大的错串 一是Tesla的错 一定是Tesla 出练了一些问题 Tesla最实际上是有货 又是那些车突然着火 要等个人要打 对啊 所以现在首先要拘捕E.O.Mark 跟着其次 就是那支酒的错 是啊 识错办法 一定是酒的错 和Tesla的错 为什么你会喝醉人的 是不是 你作为一支饮品 你是不是要搞到发生意外 所以一定要严重这家酒厂 整件事 是吧 你说的必须公道的 你不可以真的 喂 偏光 因为他是警察 给他特权 没可能的 香港是不会有这些事的 警务人员是服务市民 而且奉公守法 个个都是精英 个个都是品质优良 所以你之前那些 又不会欠人钱 不会强奸务 是啊 那些什么 你说警察 不会影人裙底 对啊 第一 影裙底 为什么你穿裙 为什么你是女人 第二 那些什么 警察在强奸你 那为什么你是女人 你不应该的 如果你是个男人 就没事了 除非你是瘋得台长 男人都要奸杀 那如果是这样 就再想吧 你误会了 刚才说引述江湖高级的奏励 就不是我是 其实呢 李sir现在最重要 他是要一个什么呢 这个呢 死都咬翻山 方堂镜 现代方堂镜的军事 就是本人 司律文俊 不如这样吧 你呱呱呱 就是你说 喂 请我做个政府特首顾办 然后呢 另外顺便 帮我进了党 你呱呱呱 你还没进入吗 没了 你还要读我出来 我就是不知意想进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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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难了 李sir你先递我进共青团 然后其他东西我帮你拆掉他 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管住那些 那些什么 高登联登 你交给我 交给我 让我恭喜施容 让我立刻管住 高登联登 香港讨论区 所有人的IP拿出来 然后逢是你骂过我 我都说你和我一样爱国 你这样很狼啊 你这样的恭喜施容 哎呀 台长 你有没有看到呢 昨天有一段文章 在国内成行 未来只有三个出路 一是躺平 二 是加入这个体系 成为他们这个体系的一份子 三 就是叫你走人 我来计三个选择 我这么爱国 我一定是不会躺平的 一定是施图勤奋 那三你叫我走人 我怎么会施图走老 一定是留在那里 那我又这么喜欢现在的香港警察的政府 我最喜欢警察政府 那一定要加入这个体系 那我年纪又大了 难道你还叫我 你给一支MP号 你不可以吊香港公国 不不不不不 不要吊香港警察 不行的 我过了黄敏德的年纪 那我就在前线了 那不如这样吧 你给我做个政府师 有些什么的 不要紧要 企次 喂 你说我这些 大哥有没有搞错 用个鼓滑仔 小时候出来走 有没有读过书 那我就想办法 看看哪间大学 拿一张沙子回来 反正你个个都是这样的 你个个都是这样 拿了个学历 别人拿到博士 我没拿 求人拿大学毕业 那一定拿到的 那就可以了 你现在政府 就是需要施图文章 这些人才 真真正正 有实力 跟你讲道理 讲理性逻辑 讲文明的 这些现在不是坐牢 都走了过英国 对不对 所以呢 应该还用小熊文章这些 跟着其次 小熊文章这些 你看他的样子 知道什么 来斗 你看看 只是跟杨冠华 都已经吊成这样 对不对 然后转头 搞死了对家 刚才他说了 小熊文章 现在是男斗 对啊 我是蓝丝 我思统蓝丝 你要那些黄丝黑暗 我打残 我绝对是蓝丝 而且我跟你说 你现在这样的环境 还有什么 二手科 还是有什么问题 随便说 那个小熊文章 找他最脆的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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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完非法走资 他以前做赌场 借了钱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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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现在就需要这些人 有需要的时候 找你出来做事 然后转头 跟你斗 你的内斗 斗死了 卷死了 有什么医护的时候 斗够你便容易 现在最需要就是这些人才 对不对 其他那些 你还用回以前那些 身家清白那些 你和人出去喝杯茶 都可以屈够你受贵的 好 那 简单 总结一下 刚才那些 有些人听了 诶 我们正言若反 在讽刺 那就不要紧了 如果你当刚才那些 都是对听的 那就疯了 就算了 就不用大家 就是不用大家 现在在估计 是不是 就是日日 说完之后 提心吊打 第二天早上有人 五点钟走上来 就不要那么烦 如果你说 就是网络商 那是很无辜的 是不是 譬如 电讯营方 老板 是 李扎佳 你干什么事 搞到李扎佳 要那么 担紧受怕 是不是 那就不要了 封了个网 大家开心心 其实呢 真心挂举 这个社会 需要不同声音的 你看一下 其实开头做节目的 思路文俊 都是很不尊重那些hater 又会删他 又会封他 他 后来 你看到我的态度 到后来 终有一天 你会大致大悟 你会觉得 你应该改个名字 叫做司徒觉悟 是吧 是啊 有时这个世界有些人 是说话难听 甚至乎特意去攻击你 但是这些人都有他留下的价值 你不是每一面倒一面倒去到最后 你刚才我这样说 就是内卷内斗 斗死斗臭去到最后就斗臭你了 还有一个问题的 互联网本身这种技术呢 这种科技呢 是 是容许了言论自由 基本上 我科技本身就是容许了言论自由 你喜欢说什么都在这个网上说到 如果你说这种言论自由你不对听 那你就真的要和这个互联网决一死战 换言之你就和这个科技进步要背道而辞 这个科技进步之间和国家安全 如果要做一个取决 那我们一定是支持国家安全的 这个就无重置疑的了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 怀疑我们那个动机是怎样的 我们只不过就是 按我们现在那种这样的处境 我们告诉你 我们现在说下去 搞到我们 整天就 哎呀 又要怕这样 又要说那样 那不好嘛 那你经常说不要做啦 不要做我就以交代嘛 不能做 我不用交代给观众听 我说什么嘛 OK 阿司徒文章 哇我们很长的这些节 不知道为什么 原本想着没话说 为什么说不长呢 我们下一次回来好不好 下一次回来啦 拜拜 今天来到这个火之神 阿朗哥和邓卫煮了一味的 是不是叫台长的牛扒呢 台长西亚牛扒 那我要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菜式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一样东西 单手都可以吃的 单手都可以吃这个 这么滑的牛扒 最辣牛扒 最辣牛扒 然后旁边有 一碟腐虾 还有 这个味道 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没有电粉质的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面汁汤 这味菜真的使用非常非常美味 所以大家来看 跟着下来 一定要点这味 台长西亚牛扒 多谢大家支持港国 和支持梁锦晨峰的室 和他的节目 多谢大家 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司徒文章频道